11号美国总统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视频会晤 讨论双边关系及乌克兰局势 拜登对印方向乌克兰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表示欢迎 并称美印两国将保持密切磋商 应对俄乌冲突造成的不稳定局势 莫迪表示 印方强烈谴责本月初在乌克兰不洽市发生的大量平民遭杀害事件 并呼吁对这一事件展开独立调查 同时印方期待俄乌正在进行的谈判能谈出成果 带来和平 莫迪还表示 他已经建议俄方希望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直接对话 据悉 此次会晤后 美印还将举行2加2部长级会议 在此次的俄乌冲突中 西方国家加码对俄罗斯的制裁 印度没有追随美国 不但拒绝对俄制裁 反而继续从俄罗斯进口大量石油 双方还宣布 两国实施卢布卢比贸易支付机制 此外在7号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 关于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的决议时 印度投了弃权票 舆论认为 印度的一系列表现让美国感到失望 分析指出 印俄两国在军购和能源合作方面关系密切 印度会继续选择与美俄平衡外交 不会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 这主要是因为美国要推行其亚太战略有求于印度 在经济方面 印度巨大的消费市场吸引着美国投资家的眼球 美国要想分享印度经济发展一杯羹 就不会恶化与印度关系